就是這部電梯網上就可以到托兒所 但有位媽媽指控電梯故障 竟然還被119放鴿子 到底怎麼回事 人家人聽到沒有人聽到 高雄一名富人送十個月大的兒子 到托映中心之後 搭電梯下樓 沒有想到電梯極速下降 她嚇得狂暗緊急鈴 但都沒有人回應 她趕緊撥打119 下面的隊員問她地址在哪裡 富人回說不知道 對方一次很不耐煩 直說你不知道大寮 只要有幾個菜市場嗎 接著就直接掛電話 讓這名富人超級傻眼 大樓的緊急鈴壞掉了 富人當時受困在裡面 長達45分鐘 管理人員也沒有辦法得知 所幸剛好遇到一位媽媽要搭電梯 幫她通報 事後這名富人氣得潑網 所以訊號很不清楚 那沒多久之後 訊號就斷訊了 那我們的同仁就打電話 給大寮 大寮分隊跟她說 是否大寮區有個拖遠中心 麻煩請她趕快到達現場 119勤務中心緊急出面 澄清絕對沒有掛電話 強調是因為富人信號太差 當時也立刻用手機定位 前往搜尋 只是富人足足受困了45分鐘 或許是電話對那續續 加上接電話的人員 沒有及時說明 也難怪感受這麼差 記者王家慶 潘宇文高雄報導 資訊 是我 有到 我 有到 我 我 我